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任何事情无自信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不动的 就是它本身就是在无常当中 无常的在变化当中 所以叫无自信 我问你们杀石头 你说有自信吗 它没有一种本来应该拥有的觉悟性 也叫没自信 所以人为什么说无自信 会变呀 人的肉身到最后根本无自信 为什么 人会老 骨头会断 会输掉 对不对 人四大假 你看看 你看看很多人年轻时候很漂亮 到年纪大越来越老了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运动员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 骨头疏了 这就是告诉你们什么 就是告诉你们一点 让你们要明白 任何事情 是假的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 是因为缘分所生 因缘而生 用无我和无为来发菩提心 什么意思呢 没有自己 也不去为了某一件事情 达到目的有回报的去做 就是拥有菩提心 你说哪个妈妈小时候 照顾自己孩子的时候 有目的的 没有目的吧 只是希望把孩子养大 尽自己的一生 尽自己的一切 这就是母亲呀 现在很多的妈妈 真的很傻的 跟孩子经常讲 孩子啊 妈妈现在这么苦 把你养大了 以后你大起来孝顺我 你要养我的 你要对我好的 这个孩子从小就想 反正我以后要养你的 反正我以后要回报你的 对我好都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也不在乎你对我好 所以我不会感恩你 不要去讲啊 有什么好讲的了 对不对啊 所以缘来了就发心 好好的去做 缘来了发心 缘结束了收心 到了最后 你的本性 就是空性 因为这个人想穿了 人一辈子不就是这样吗 很多女人结过一次婚 两次婚 你叫他再结婚 他永远也不会了 他说我根本不要结婚 所以空性了 想通了 想明白了 没意思 对不对啊 空性 然后呢 空性会断尽了一切伤心的事情 然后你圆满成就了自信和本性 想通了呀 你看很多出家的法师 他们想通了呀 所以他们也不要结婚了 他们一辈子全放下了 空性了呀 所以他们的本性 自信就来了 所以人间修的确很难 因为有人情来了 一会儿缘分来了 对不对啊 刚刚说了 我清修 一看看见一个人特别好看 很喜欢的 是你的缘分 一看看见他之后 我清修 这个清是念得很清的清 不敢讲了 对不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 缘来了 人情来了 人总是 视之为春风啊 清雨啊 哎呀 很好啊 你看有人来关心我了 肯定是上辈子我的缘分啊 哎呀 说不定是我的贵人啊 等到两个人谈了没多少时间 生气了 情走了 缘结束了 然后心中增加烦恼了 增加了压力了 云散了 慢慢的心静了 没了吧 没戏唱了吧 静下来了吧 所以 有的时候 心静了 就不会被缠住 你的情和缘 就不会被缠住 人很容易被缘分 和感情缠绕的呀 很可怜的 是真情 是真缘分 很多人啊 在骨头清的时候啊 他根本把过去 人家对他的好 很多的情早就忘了 所以我们人不能忘本的呀 别人帮助过你 曾经你的爱人了 曾经你的父母亲了 对你好过了 你要经常 你要经常想到他们 来激励自己 知道你今天所有的快乐 和悲伤 如梦幻泡影啊 听得懂吗 一个人一走 很快把他忘记了 几年之后你说 哎呀 妈妈过世几年了 哇 有四年了 哎呀 怎么这么快啊 你说现在时间快不快 怎么不快啊 对不对呀 你们算算看 你们跟师父学博的人 学了很多年了 你说时间快不快 所以呀 学博要用心 人生啊 如梦 不要去执着 那是一个智慧 一个人盯住自己 过去不肯放 那就会让你痛苦 因为过去你很好 你想起来 自己不如以前 难过吧 因为过去很苦 你现在想过去 想起来 怎么那么苦啊 是不是 又难过了吧 所以为什么佛经里面 叫你们过去不可得 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去想了 过去好的坏的 给你带来的直视痛苦 有本事 不要去想过去 好好的 把握好你今天 今天 听师父讲课 超脱六道 抓住一个今天 胜过你拥有一百个 两百个明天 你今天还很苦 你能上天吗 你今天在人间 已经开心了 放下了 今天开快活活 过日子 跟别人平安相处 什么都放得下 你死的时候 你也放得下 你当然就上去了 你今天什么都放不下 明天仇恨这个 后天贪这个 贪那个 你说说看 你今天已经在很苦了 你现实已经很苦了 你明天会好的 明天好 有今天的基础的 你明天能够走上大桥 因为有影桥 你明天能够走到高楼 因为你有楼梯啊 你连这个楼梯都没有 你明天能到天上去的 你不是吃人说梦话吗 你有本事 今天就开心 好的 忘记 不好的 也忘记 无所谓的 我现在能这样 我就很开心 有个女的不是为了一个男朋友 要去自杀吗 结果跳下去 被一个老骚翁 把他救起来 救起来之后 他说我还要死 这个老骚翁跟他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吧 你这个男人 在背叛你之前 你是几个人了 一个人 那你现在是几个人 还是一个人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痛苦呢 因为他离开我 对了 你大不了就是返回了原来一样 一个人的 你没有什么损失啊 你一个人还可以再找啊 你一个人自由自在 有什么不好啊 你想一想 你过去一个人的时候 你自由自在吗 自在 那你现在他跑了 他跟你谈恋爱 他控制你一段时间 现在又不要你了 你说你痛苦吗 痛苦 那你现在是不是回到 你原来的自在了 是的 那你还想死吗 不想了 我们来到人间 来的时候一个人来的 走的时候也没人会陪你走啊 想通就好了嘛 开开心心了 有什么必要了 难受了 整天呢 自己难看 还要给人家看脸 一个真正快乐的人 我告诉你 可以给人家带来幸福的 你家里四五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 很开心 家里保证气氛 被他调节过来了 家里如果三个都是忧郁症 你看我 我看你 你看他 你说这不忧郁才难受呢 一定要开心 过去就是过去 因为过去 菩萨说不可得 因为你过去 好的 想了也会痛苦 不好的 想了更痛苦 那还不如不想了 有什么好想的 对不对啊 那今天 我想到今天 我就开心 我想到今天 我就发泄充满 我想到今天 能跟你们一样 去救度这么多众生 我就发泄充满 菩萨一定能救你们的 任何毛病都能改好的 谁有毛病改不好啊 我告诉你们 什么毛病都改得好 就是你不想改 你们想改 哪个毛病改不过来啊 哪个脾气改不过来啊 就是不想改 真的要死了 你看看很多人 我臭烟戒不掉 我喝酒戒不掉 医生说 你生癌症了 你再吃了 你要死掉了 他不臭了 他不喝了 就是厉害啊 这真的要改 什么都改得掉 什么脾气呢 全是虚幻的 我不喝了 我把脾气盖都改成了 什么都改成了 我们下摆 我做什么都改成了 我们下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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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你 感谢观看